那有的6月 有的是我搬 我前年了 你就搬 別人的東西就是不可以搬 遠景執行勤務時 發現一名男子機車前 掉了兩袋荔枝超過三斤 一大包看起來行蹟可疑 這荔枝是不是偷摘的 因為我是說 就發現6月我搬起來 可以這樣嗎 男子疑似在附近果園 偷摘了兩袋荔枝 卻頻頻狡辯是檢掉下來的 我怕荔枝在那裡 我怪你怎麼放過 男子李直氣壯說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然請屋主出來 他要花錢跟對方買 我前面繼續買 沒辦法 事情發生在高雄大樹 因為5月底到6月 是荔枝盛產季節 沒想到卻有人笑想果農心血 直接看沒人注意 就偷摘荔枝 被警方逮個鎮著 這就放好這球 我們就要出來 越好夾 人家越過頭 就變了 它是扯開來幫你吃 你如果那個好夾 它是幫你整人去買的 荔枝盛產每一棵都好飽滿 美味多枝 沒想到卻引起小偷貪念 偷摘荔枝被抓包 一切到最嫌移送偵辦 狡辯也沒用 記者高雄采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